咚咚咚咚 哇 東華幼稚園奇趣頻道 哇,你們今天個個都很漂亮 穿了有日本特色的服裝 不過,你知不知道 以前何時才會穿和服嗎? 不是喜歡何時穿就何時穿的嗎? 通常都是出席聚會、典禮 或者儀式才會穿的 我見到別人的和服有很多花花 哇,好漂亮啊 對呀,因為穿來出席不同的場合 都會有不同的花紋和服 就好像白無垢一樣 即是全白色的和服 她是在結婚儀式時會穿的 哦,那就好像婚紗一樣的白色色 那男生呢? 男生的服飾通常都是以素色為主 老師,那中午攝茶點了嗎? 對呀,我有一點點 好啦,那不如請你們幾個去幫忙拿茶點吧 好啊 好啊 嘩,這麼神奇 這裡是哪裡來的? 嘩,我們來著日本的商店街 商店街? 是啊,商店街是美食宅地來的 是日本不同地方都有的 現在真的有多少食物 我聞到很香的炸雞 和全燒味 對呀 因為住了小飯檔之外 還有不同種類的餐廳的 對呀,我還看到有日式點心點 還有燒肉 火鮮 拉麵等等 很多選擇的 嘩,這麼多食物 都不知道怎樣選擇 好,不如吃燒肉 吃完東西還可以在這裡買賣手上天 好啊 我聞到流了口水 這裡這麼熱 我們去了雙筋溫泉旅館了 雙筋 是不是要喝十七碗湯那裡 我喝不完那麼多 是就是湯 不過湯的意思是溫泉 哪有那麼多湯給你喝 雙筋十七湯 就是雙筋有十七個溫泉 十七個溫泉 是啊 其中最古老的是湯本溫泉 而看到富士山的是 奴湖溫泉 聽說是溫泉開醫病的 是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在說老子溫泉呢 她的確是對患有眼疾的人有幫助的 嘩,這麼厲害的 不如我們都快點換衣去浸吧 好啊 這麼久的 他們是不是想著吃東西和浸溫泉 不捨得走啊 會不會趕不及的 那又不會的 這輛南海電池是日本最快的機場發展之一 來的 嘩,這輛車好有型啊 整個機器是有型的 我覺得像超人多些 我只知道 想快點搭飛機回香港而已 回香港? 我們一直都在學校啊 好啦,吃完茶點就繼續上課啦 我們繼續講和服的歷史啊 我們今集好不好看啊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讚好和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